书馆开书啊,咱们继续聊天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清平大小合作之乱 沙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乾隆皇帝啊,犯了小心眼 为什么呀? 因为他让个赵慧啊,去平定南疆的时候 这赵慧给他上的奏折说呀,哎,去不了 那为什么这赵慧他敢公然抗旨呢? 哎,实际上啊,不是抗旨 但是真有原因,因为啊,在这个沙拉伯勒这个地方啊 还有一万户的准杆尔 并且这一万户的准杆尔啊 跟这个叛乱的阿门撒纳关系甚密 所以说一定得清脚 有好朋友就说呀,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耳声啊 哎,他是中国地吗? 哎,那会儿啊,他还真是中国地 他在这个伊塞克湖的北边 可是现在不行了,这块地儿他已然不是中国了 现在啊,数这个吉尔吉斯坦管 您就知道啊,这吉尔吉斯坦 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您就知道咱们这块地儿,为什么他没了 这乾隆皇帝虽然按七按憋耍了小心眼 但是他心里也知道啊 赵慧要办的这件事情很紧要 您想啊,一万户啊 那可能就是五六万人 那玩意儿都没有计划生育的 哪家子不得生个三个四个的 这还是少说 那可是这乾隆皇帝认为这南疆的事啊 哎,迫在眉睫必须得办 于是啊,就封这个亚尔哈善为静逆将军 带领人马,要进入南疆 那这眼看着仗就要开打了 这乾隆皇帝干的第一件事啊 那必须要先写一篇习文 因为啊,不管谁在前方打仗 你亚尔哈善也好,还是赵慧也好 哎,这场战争,那最背后的领导者呢 惹定是乾隆皇帝 哎,当然了,咱们说的是这个清军一方 所以说啊,这篇习文呢 必须得有 而且啊,很重要 正所谓啊,出师必有名 这天子不出无名之师吗 哎,要说到这个无名之师啊 这个老满洲人,他就出师无名 那打仗没有由头 他们管过去啊,和这个明朝的战争啊 叫抢西边 也就是说啊,什么领土城池啊 先放在一边 我打你啊,就为抢点东西 后来呢,就有汉族大臣呢 加入了当年的这个后金 然后啊,就给这个皇太极提出建议了 说这个兵者呀,国之大事 怎可以抢字为名乎 正所谓天子出师必有名 这个大汗呢,咱们以后啊 可别说再抢西边了 咱们干脆啊,叫讨无道 天下的事就是这样 那肯定是有道之君,乏无道之君 您瞧,这理由他说出去也好听不是 所以说到了乾隆年呢 这个乾隆皇帝更是汉化的紧 那他自己啊,称自己是儒学大家 所以说这篇习文是少不了的 这篇习文呢,很长 咱们在这啊,简单的说一下 这内容呢,一共就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呀 哎,这镇呢,为天下公主 哎,可不谁封的他为天下公主 反正他自己是那么说 那么对天下是自然就是一视同仁 那前方啊,我兵发准杆尔 那是因为啊,这准杆尔辩乱 自相相害,恶鲁特等 拒不了声,不忍做事 哎,既然今天呢 这新疆是我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哎,我们呢,也是五十六个民族呢 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所以说咱们权党当年 这乾隆皇帝说的这句话 哎,是真的 哎,这乾隆皇帝接着说 就因为这样,我才出兵泥离 那么第二次这个兵发准杆尔 又是什么意思呢 哎,就可恨就可恨 在这阿摩尔撒那了 这个忘恩负义反复不偿 天理不容,不灭不行的东西呀 他太辜负朝廷的圣恩了 降了反反了降 降完了又反 哎,他不单自己反呢 他还到处山阴峰点鬼火 弄到草原上啊 是反其四举 生灵涂炭 所以说呀 正宫我才派大军灭了他 哎,我想你们这帮的南疆缠回 都知道这事吧 这第二点说呀 这大小河卓好的不学学坏的 哎,更让我生气 这灭了准杆以后啊 本来呀 是想封赏这个大小河卓的 只可恨货鸡战呢 趁着这个厄鲁特兵变呢 竟然率众跑回了南疆 跑回南疆也就罢了 因为这个大河卓呀 必定是我派回到南疆呢 那谁想啊 这小河卓这个脚屁棍 到了南疆之后啊 竟然挑动了大河卓 波罗尼都 哎,造反了 不但呢 拘押过震攻我的使臣 还竟然杀害过震攻我的使臣 最为可恨的就是 建称巴吐尔汗情有可恶 若不勤祸正法 则回重 终不得安生 这句话呀 那必然是这第二条的关键 那可是也挺不好理解的 这小河卓呀 自己呢 给自己封了个韩位 叫巴吐尔汗 哎,这儿啊 我给您解释一下 这个小河卓呀 自封巴吐尔汗 这巴吐尔汗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巴吐尔啊 满洲话 维吾尔话 还有这个蒙古话 哎,他通用 哎,翻译成这一句满洲话 您就好理解了 就是巴吐尔汗 哎,就是英雄的意思 当年这个士族张皇帝在位之时 封这个敖拜呀 为满洲第一 巴吐尔汗 就是满洲第一 英雄的意思 这小河卓呀 给自己封了一个巴吐尔汗呢 那意思就是英雄的大王 哎,这是这个习文的第二条 那么这个第三条呢 这乾隆皇帝呀 就要玩点小心眼了 他要分化敌人 哎,给人家拆盗 他在这个习文中就公然提出啊 说这个南疆叛乱呢 完全是祸及瞻 这小子一个人的主意 就是他坏 就是他不地道 这想投降呢 尽管投降 这朕呢 对投降之人呢 是必定是大有风赏 这其中啊 也包括大河卓波罗尼都 这朕光我呀 知道这波罗尼都实际上本性不坏 又是一方宗教领袖 哎,本来呢 就是心向教化的 所以说整个南疆回步 不管是大一把老百姓 还是这个伯克呀 和卓呀 你们呀 尽快来想 朕此次兴师啊 特为祸及战一人 罪呢 也只在祸及战一人 你们要是想明白了啊 捆吧捆吧 把这祸及战啊 抓了送到正宫我这来呀 那其自闭 安居如旧 是永寿输恩 如若你们这帮南疆回众 执迷不悟的话 那也好败 那就是啊 大兵所至 玉石俱焚 不分善恶 悉行交出 这话说的可够狠的 乾隆皇帝 在北疆准部 实施清巧政策 把这个准杂尔人 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这也无非就是啊 在这个亭计当中 秘密的授意 给前线的带兵将领 也没明着说 在习文里直接就说 你们要是不投降的话 不分善恶 悉行交出 这句话多厉害 我管你是好人坏人的 只要你不投降 那后果只有一个 就是死 那这习文也说完了 这有人就问了 说书的 你说的这个 是乾隆皇帝的原话吗 哎 我说的这个 要是乾隆皇帝的原话 那乾隆皇帝 他也得说书去 那他一说呢 那一定是 这鸭口上运 四六八句 哎 说出来比唱的还好听 可是我不能那么说呀 我得让您直接一下子 能听懂不是 那么说 这习文也写了 就该出兵了 可是说呀 那谁出兵打仗啊 也不能 就是光杆的一个人 这亚尔哈善 那也是如是 这乾隆皇帝 除了他这个本部将领之外呀 还给他补出了 新的带兵打仗的将军 这乾隆皇帝 也给他下了一道旨意 说赵慧处侍卫多 雅尔哈善 进兵时 可自取数人 已被拆遣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在赵慧呢 有很多在军前效地的侍卫 这雅尔哈善呢 可以去挑上几位 哎 在这个军前呢 给自己作为助手 那这主要的将领呢 哎 都有谁呢 有这个顺德纳 艾隆阿 马德胜 还有啊 前方咱们交的那个 杀了四千厄鲁特的 严相师 哎 总之啊 叫他上名来的将军 就有四十一位 哎 光有着带兵打仗的将军 还不行 这乾隆皇帝琢磨了 一旦啊 把这个南疆 一个一个的城池拿下 那么管理这些城池的人 那必定还得是南疆缠回 你若是啊 派这个满洲大臣 或者是汉族大臣去管理啊 那日后 惹定是必反 那这特殊性在哪啊 那就是你呀 跟人家接着叫呢 那强龙皇帝就琢磨呀 这维族人里呢 我信得过谁呀 哎 他就想起这么两个人来 一位呀 是吐鲁藩的 俄敏和拙 这世代呀 是这个吐鲁藩的世家 这俄敏和拙的 父 祖辈呀 都是当地的宗教领袖 哎 也就是阿洪 要说这家族归顺大清啊 那可早了 早在这个雍正年 他们就归顺了清朝 至于这其中的细节 咱们在这儿也不过多的介绍 因为这部书啊 咱们也没打算讲到 后来的新疆八王宫 即便是讲的 那也是另外一套书的故事 哎 您要让爱听呢 咱们以后再说 这第二位呀 麻烦点了 我一说他的名字 您就得乐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的歌的名字呀 叫御素甫 那有好朋友得问了 说你讲多少御素甫了 哎 我也没办法 这名字他好 叫的人多 就像咱们汉地的这个 刘京张伟呀 是一个意思 我教您个简单的招 您也别想啊 前边咱们讲了 多少位御素甫了 您就听他的故事就完了 咱们讲到哪 算到哪 我尽量在讲他的时候 咱们不及前边那几位 那么有多少位御素甫呢 咱们开头讲的 那个去西藏搬兵的 阿伯克合卓 他爹就叫御素甫 还有啊 这个黑山派 最后那个 有胆有识的合卓 他也叫御素甫 咱们讲定啊 这个平丁大小合卓 是乱这了 哎 这又出现一位御素甫 等了 以后道光年啊 这个大合卓 波罗尼都的孙子 他也叫御素甫 还有一场啊 很有名字 叫御素甫之乱 您先别乐 也别觉着 有多繁琐 您就记住啊 现在这个御素甫就行了 他的名字呀 叫御素甫 俄敏 这简称啊 还得叫御素甫 这御素甫啊 是哈密的回王 当然了 现在还不是回王啊 总之啊 就是领袖 哎 他们和乾隆的关系 就是这样 他们是乾隆皇帝 在这个南疆 缠回当中 唯一信任的 这么两个头人 在他心里啊 这御素甫排名在先 这俄敏 合卓 稍稍差一点 雅尔哈山的 还给乾隆皇帝 举荐了其他 愿意归顺 愿意同这个大军 一起征讨大小 合卓的 头人和领袖 这其一啊 是两位老朋友 原库车伯克 和原败城的伯克 一个就是恶队 另外一个呀 就是原巫师的伯克 瑟提巴尔迪 哎 那有人说了 那这些城主 为什么都是原城主啊 哎 那现在整个南疆 被大小合桌占了 所以说这些青青派呀 也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这维族朋友的名字呀 是绕嘴麻烦的 又繁琐 所以说这些麻烦事啊 我一人来就行了 您呢 就广听故事就得了 实际上呢 这乾隆皇帝 对这老三位 他不信任 从他给前线呢 发的停机密纸当中啊 我们就能读出来 他说呀 这御塑府为人诚实 自闭善守 恶对等 何处头目 因何头顺 一等本处更有何人 妻子现在何处 那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 这雅尔哈善呢 你也轻易的 就给我介绍 这么三个人 他们啊 现在连城都没有了 他们的步众在哪 你知道吗 他们投降 咱们的理由 你搞清楚了吗 这些人的家人 以及呀 这妻子儿女 都在哪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呀 咱们用着必须要小心 哎 前一段时间 咱们在北疆 吃的亏还少吗 乾隆皇帝提醒 亚尔哈善 回人性情虽不同厄鲁特 而近年与厄鲁特杂处 避满 渐染习气 未可深信 取酷车等程后 不可恶对等 意味当专令看守 仍听御祖府节日 再留我领队大臣 一元谈压 史为周密 否则 恐以厄鲁特等 与大兵前进而后 呈肩负刑犯 意味可定 这句话是说呀 这南疆缠回呀 虽然呢跟厄鲁特不同 他们呀并不游牧 都是有家有业有房子 可是啊 最近这些年 和这个厄鲁特杂鼠 不免就学坏了 对归顺来的这些博客呀 我给你个基础原则 第一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必须呀 扔游这个御祖府节制 攻下一城之后啊 还得留下一元的 这半师大臣 在此谈压地方 这北疆准部的教训 一定要吸取 别咱们走了 他们又反了 如此看来 这乾隆皇帝 对这个战前部署做的呀 还算周密 于是就在乾隆 二十三年的四月十七日 这亚尔哈善 统领大军 终于是发兵南京 那有人就问了 说这大军大军 他到底多少人呢 这先锋军呢 是索伦兵 一共四百五十人 查哈尔兵啊 二百三十人 这绿旗兵呢 一共啊 有六百人 这回兵 也就是维吾尔兵啊 那这里边啊 主要是这个 俄敏 河卓 和玉祖福 两家派兵 一共有四百人 吉林查哈尔 阿拉扇 还有啊 卡尔喀 以及啊 这归顺的 厄鲁特兵 加到一块啊 一共有八百 人数最多的 就是早先呢 跟随大部队 一同到北疆去 评准的 四千 绿营兵 哎 这绿营兵 为什么分两回说呀 前边那些六百人呢 来自于这吉林查哈尔 跟这后边呢 并不是一个编制 加到一起啊 大概就是六七千人 这大军杀到南疆啊 这才有的是兵为 酷车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